講講世衛方面的消息,讓大家更新一下 疫情的資訊 當然大家會有兩種人 一種是打了疫苗,打了兩劑 有些人沒有打疫苗 我和阿科丹未打,阿通哥就打了 因為是媽媽 有些人在想的問題是 新的Omicron傳得這麼厲害 威力又如何呢? 打了兩票,頂得多少呢? 其實陸續續,擴散速度比較快 差不多每兩天半就可以傳一個很大範圍 甚至整個城市之旅 甚至有人形容,接下來美國主流不是Delta 全是Omicron 究竟抗體對它的抵抗能力如何呢? 英國發表了一個報告 當然它不是代表所有東西 但有些科學家分析 打了兩票新冠疫苗的人士 怎樣對抗Omicron呢? 一個研究結果出來就是這樣 這次的研究是牛津大學班學者做的 針對英國阿斯利康研發的疫苗 香港不是打這隻 還有就是美國輝瑞的 以及德國生物科技公司 應該就是復必泰 輝瑞、菲薩之類 然後發現如果打了兩票這個疫苗的人 身體裡面對抗Omicron的中和抗體 大幅下跌就是30倍 30倍 即是說基本上是完全中和抗體中了Omicron 基本上是零的 完全是零的中和抗體 當然人們又問中和抗體是什麼呢? 類似你打了疫苗之後就有個記憶 有個記憶的話 那隻病毒供進來的時候 它就會像電筒一樣 照到它 你是病毒 你是病毒 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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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病毒系統認得它 如果是它這樣供進來的話 令到那些電筒全部不見了 Omicron 沒有人照我 我在戲院進去 你又在播片 我喜歡坐邊就坐邊 進去就是 到處走 因為沒有了大委員 照著它 不認得它 然後怎麼辦 死定了 不是 人裡面就沒有人照 但有機會 原本的身體 有一個抵抗能力 就是所謂的T細胞 昨天科德問了一個很有質素的問題 蔡先生我想問 如果HIV 那些愛知病毒 身體的免疫系統 是否真的可以打死它 他那時候的樣子很擔心 然後我很想問 你是不是最近被人出了 或者搞那些什麼 好像很憂心 不是 因為他昨天做遊樂派對 提到這件事 因為其實都有個案 就是說人身體的T細胞 就是叫做巨細細胞 就是專門打外流東西的 病毒、細菌之類 如果夠強的話 的確是有些人可以把HIV病毒壓到很低 甚至是消失的 不過呢 暫時是說世界發現不多 那些人 但是呢 的確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那如果 那個中和抗體 叫做 那個疫苗 讓Omicron 令到它沒有了功用的話 就去研究究 身體的T細胞 可不可以 這件事了 因為現在下一步 究竟Omicron 是有沒有其他變種病毒那麼強呢 還是它傳染性很高 但是它的傷害性就沒有那麼大 但是始終有人死了 英國有一個奶 Omicron就死了 但是呢 還是四十幾歲 Omicron現在是英國都幾厲害 其實他們現在都馬上推翻很多措施出來 就說 那些出街 或者公眾場所 又說要強大澳洲 大澳洲 因為英國你知道 尤其是歐洲的地方 很多出街都是不帶的 其實現在大家 很多時候如果看一些外國的Youtuber 你看到外面拍片 全街都不帶大澳洲 但是那些可能就是小貓三四隻 但是本身英國的疫情都很嚴重 再加上現在新一批Omicron 我之前看過消息 就說Omicron 它就是傳播力高 但是它的傷害性 應該就沒有之前我們說的 什麼Beta Delta那些那麼厲害 但是因為你知道 英國已經中得很厲害 再加這隻 它有預計過 如果這個情況繼續擴散 因為它之前我看英國好像幾百宗 它的Omicron 如果再擴散 應該就去到夏年 就應該全英國又爆到很厲害 所以馬上推出很多防疫措施 好像說它的殺傷力不大 但是傳播的配數 比舊的大很多 但是那些人又問 喂 它也是病毒 為什麼它的傳播率會高 怎樣定性傳播率高 比如說大家都只有兩隻腳 為什麼Ford會跑得快 為什麼我會跑得慢 那麼究竟這個病毒變成什麼 令它這麼容易進入到人體 還是它是普通的防禦裝備 是防禦不了 當然世衛還是說 戴口罩洗手 是基本 Omicron都可以對抗到的 為什麼Delta沒有傳得這麼快 大家要想 其實傳播是怎樣會產生的 一定是有人散播 然後有人去接收 才會形成一個這樣的情況 所以如果你說它的傳染性高 可能有兩個層面 一 其實它那個叫做 停留在一些媒體的空間 桌面 報 又或者手 或者之類的 它是存在的時間會長一些 它沒有這麼快的瓜柴的話 你可能是收到那個包裹 原本的包裹可能72個小時 在失陪的情況之下 那些病毒都死了 但原來它又可以捱久一點 變成你收到那個郵件之後 你又忘記洗手 很開心 聖誕快樂 抱著紅仔 然後拿鼻索 然後就舔舔 所以就變了 其實是它 叫做內用一點 還有可能它進入你身體的系統 又會快一點 譬如說它是不是植入肺部 還是會影響傳染性之類的 在英國這個報道都說 打兩針就不太夠了 在香港 我看到應該是早幾天 袁國勇也出來說 原來是出來嗎 有啊 其實之前林鄭好像有一次 在這個星期二開行會的時候 其實就是昨天 也在說 接下來要捱第三針 在說那個加強劑 然後之後 袁國勇就說 打兩針就不足以抵抗Omicron 跟英國的講法一樣 他就說 第三針如果仍然是打科興 是否有效抵抗Omicron 就有待研究 其實他這次很聰明 他這次袁國勇自己做這個調查去研究 因為他廣大很早已經分離病毒株出來 即是他已經有個樣本 然後他就用分離出來的樣本 就用復必泰去做測試 然後出了結果 就是大幅下跌 差不多三成多 即是原本你打了有九成 中Omicron只剩三成 所以你就會感染 但是由於你有打 這個ICU的機率就會小一點 但是上代研究 但他這次是沒有用科興去測試 因為其實會很尷尬 可能譬如 其實怎麼說 用不弱死不弱死 因為你公佈那件事 是大家會預知到的 復必泰只有三成 科興很明顯一定是零的 但是你做過測試 很大規模去公佈 或者變成了一個 派給記者的新聞稿下面寫著 科興對抗Omicron 結局是XXY 那就無謂了 譬如說 他都聰明 你公佈那些記者 都是抓住來講的 我沒有做 我去猜 我做了 告訴你 他是零或者負一百 那就更難 不如實性不做 還有引起反效果 你知道 立即由兵衛界 就說 為何你會這樣說 大家都預計到 所以為何有些人 我後來跟朋友談 為何有些人會選擇打科興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都是覺得 都要打疫苗 但打隻 對身體沒有那麼傷 所以打科興 始終你復必泰是一個新的科技 當然 有些人打 是純粹為了打而打 例如說 我當阿通哥 因為我要去老人魚探家 你問我 老實說 我未必想打 但是 因為我要去探家人 那我就選擇 我選擇的時候 那科興 因為他的弱性 可能比較少少少 這個不是我說的 不是說 我叫大家打哪隻 打哪隻 是專家說的 例如說 有些研究在說 外國有些是接種了三針 即是說三針的復必泰 的接種者 研究發現的時候 其實對Omicron 是有一定的抗體反應 但是反觀 在接種科興的人士 就有待確認 但是他說 如果打了三針的復必泰 對Omicron 反應暫時是看好少少的 所以 再去說 例如說 有些人打了兩針科興 好了 去到第三針 因為現在不是之前的Omicron 現在出了Omicron 要不需要轉個Tactics 不如這樣 第三針 建議大家打其他 溝針 才可以對抗Omicron 就要看看之後再怎樣 我想問問 因為科學豆 都對這些 都頗大興趣 這個 新西蘭 前兩天 不是出一段新聞 的人都有報告 我不知道上綱有沒有說過 就說 有一個人 跟我們一樣 就比Michael Jackson 變成Lone X Jackson 然後就等錢花 怎麼辦呢 他就登廣告 說 幫人免費打針 不 收錢代打疫苗 他真的 然後他在一天之內 打了十多劑 為什麼會這樣呢 然後報出來 原來新西蘭那邊 就沒有出新聞 你走過去說 蔡蔡子 聯絡電話X靠邪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認得你的樣子 又是你 你今天打了二十支 他又聰明了 他在不同的場所 就不用檢查ID 沒有什麼 因為新西蘭好像說 避免一些 譬如說老叔姐 或者不方便帶新聞證 那些人 因為你打疫苗而已 不是派錢 派錢當然要登記 打疫苗 你打適當就可以了 你肯來打 我大哥求神拜佛給你 就變了一個漏洞 然後那個人就說 知道很多人不想打 然後他就登廣告 就說代打疫苗 香港不行 香港因為全部要檢查身份 沒錯 要登記 然後他就一天之內打十幾票 那當然他犯法 但副作用或者想法 其實可不可以檢查一下他 如果他扔他到Omicron 會不會他打了十幾票 其實他是加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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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之內 會不會其實是可以的呢 超級防禦系統 就是蜘蛛俠的原理 蜘蛛俠的原理就是 你那個年輕人去一間實驗所參觀動物實驗 然後被一隻混種蜘蛛咬完之後 他就變成蜘蛛俠 如果那個人犯法 但其中他贖罪的就是 就是將他同一天打十幾票的疫苗 原來他突然間在短時間之內 產生一個極高的抗體 然後在Omicron 一進了他的身體 基本上 連喉嚨也過不了 已經死了 我覺得又不奇怪 即是你將錯就錯 如果這個人是橫健在 那拿去做實驗 拿去做研究 當然是一件好事 雖然他這樣做是不對 但反過來你去說 你一天打十支 他好像打十票 我用我稀疏的知識 醫學的知識 我自己這樣想 但你每打一針 你都會有他輔助 例如說 我當Tone不要多說 打一針 打完初初都說 我打了兩針 第一針 每個人都有 然後輕微發燒了三四天 我去吃Penadol 沒錯 那你只打了一針 有些人說打一針 春袋都腫了 一針 敏感 你幻想 如果一天打十幾針 他又沒有釘到 他真是厲害 這可能要做一做研究 真的要Tesla 很多的副眾一起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其實你某程度上 打疫苗 你是打病毒 不過你在打一個很小的 一個amount 讓你身體的 免疫系統 可以 好像剛剛趙飛的原理 未見過你 進來之後 他很小 很小 幾隻大人就包圍著他 喂 你在哪裏的 我 Omicron 撲兩雞 死了 死了 但你一打十幾針 本身他就是一隻 一隻小人進來 我是Omicron 接著說 你是Omicron 借他 我也是Omicron 喂 十幾針是Omicron 種種種種種 我不知道他打多少 但如果病菌的amount 夠高 隨時打得下 他染上Omicron 都可以 我這樣去推電 有機會 本來很小 amount 你身體抗體 即是你身體本身的免疫系統 打不贏 他打進來的Omicron 其實你打了Omicron 病毒 直接進去 自己知道他沒有分別 他就這樣做 有機會感染 但不是 通哥有看美國隊長 美國隊長 為何由瘦仔變成大隻仔 就是在他身體注射一種 新的生物激素抗劑之類 等身體在很短時間 被那類似激素去刺激全身的細胞 再輸入強大的能量 等他的細胞 由很小的細胞 變成很大的細胞 當然他在變的過程會很痛苦 如果這個人 我不知道 會不會這樣 同一天打了十飛 刺激他的細胞 都會變異 病毒你可以變異 人的細胞也可以變異 突然有這麼大劑量的病毒的RNA 進入身體 去刺激到人體的細胞 或者免疫系統的細胞 可以作出一些回應 而變成新世代的T細胞 那個可能變成超人的東西 我反而想起什麼呢 變形合意 對 打索充已經 變成綠色巨人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